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代工三大厂,台积电,三星,以及英特尔均在加速开发更先进的二奈米工艺, 且各有绝招,英特尔的背面供电,TGV,台积电的GAA,CoreOS,三星的NBC-FET等等。 有试调机构资深分析师表示,从目前来看,7奈米工艺可采用DUV, 而通过多重曝光则可支援5奈米,但到了3奈米以及2奈米之后, 想要比其他竞争者更快地推进摩尔定律,必须采用EUV。 目前,EUV曝光机可支援工艺推进到3奈米左右, 但代工厂商若要继续推进到2奈米甚至更小尺寸, 就需要更高数值孔径的High-End AUV。 在此背景之下,为进一步提升EUV曝光机的解析度, 适应下一代2奈米以下制程的要求, 独步天下的曝光机厂商ASML已经推出高数值孔径, 类为0.55的曝光机平台EXE。 目前,第一代EUV曝光机NXE平台型号已经升级到3600D, 而即将推出的第二代High-End AUV EXE平台的市产型号是5000, 量产型号是5200。 据悉,配备0.55 Na镜头的High-End AUV曝光设备, 可实现8奈米的解析度, 与配备0.33 Na镜头的标准EUV13奈米解析度相比, 进步显著。 预计,High-End AUV将成为2奈米以下工艺的关键工具, 将在后2奈米级工艺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这些技术, 要么需要使用低数值孔径EUV多重曝光, 要么需要使用高数值孔径EUV。 从时间表来看, 2奈米开发已然预行预计。 目前,最先进的量产技术是300米工艺, 三星于前年6月开始量产, 而台积电则于前年年底量产。 在2奈米层面, 三星计划在2025年上半年量产, 台积电也将量产时间表定于2025年下半年。 而英特尔最为激进, 自提出IDM2.0转型以来, 提出了4年5个节点计划。 计划于今年上半年量产20A级2奈米级产品, 下半年开发18A工艺1.8奈米产品, 以期后来居上在2奈米节点重塑格局。 由此, HiNAUE的争夺大戏已然全面上演。 有分析指出, 2奈米的量产对英特尔未来发展 有决定性的关键影响, 是对台积电发起进攻的成败节点。 如果英特尔在2奈米节点抢占先机, 比台积电更快推出以及提升良率, 那将是首家使用高数值孔径, EUV病启动大批量生产的公司, 有望获得一部分客户的认可机下单。 那么其IDM2.0战略将顺利推进, 有望在未来的代工格局中超越三星, 走向新巅峰。 而且, 不只是设备领先, 英特尔还有一招绝机傍身, 英特尔将在英特尔20A制程节点, 首次采用背面供电, B-SPDN技术。 与EUV曝光机类似, B-SPDN被视为继续开发下一代先进工艺的创新技术, 是代工巨头争夺的又一个竞争高地。 而在背面供电层面, 英特尔一马当先, 台积电和三星要落后一两年后采用。 双重保险之下, 英特尔看似胜券在握。 但如果失去这一良机, 有激进分析称, 英特尔或将Fib Lite进行到底, 甚至转身成为Fib Less。 只是从目前来看, 英特尔可谓尽可攻退可守, 无论是固守还是剥离, 都将是一笔可观的资产。 正一二奈米节点, 对英特尔来说至关重要, 英特尔的大举压注自不在话下。 英特尔目前购买的是 ASML的EUV测试设备 Twinsten XC5000, 以学习如何更好地使用 HIGH-NAUV设备, 获得宝贵的经验, 并计划从2025年开始采用 Twinsten XC5200量产, 18A制程晶片。 关键的问题是, 英特尔能否借此扭转战局? 目前来看, 英特尔面临的挑战重重。 一方面, HIGH-NAUV成本居高不下, 试产的高数值孔径EUV曝光机的造价成本也超过3亿美元。 另一方面, HIGH-NAUV设备本身还面临不少难题, 如可以支援光子散力造讯和生产力要求的光源, 满足0.55nA小焦点深度的解决方案, 计算曝光能力, 眼膜制造和计算基础设施, 包括新型材料等等, 这些都需要英特尔付出时间和心血持续打磨。 而且, 英特尔的竞争对手也在寻求获得高数值孔径EUV。 三星电子副董事长兼设备解决方案部门负责人Tiang Kai-Yan 在前不久表示, 该公司与ASML就采购高数值孔径EUV达成协议。 三星已经确保了高数值孔径设备技术的优先权, 他相信从长远来看, 他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可以优化高数值孔径技术在GEM存储晶片和罗际晶片生产中的使用。 此外, 虽说台积电不太着急于此, 或晚于英特尔导入HIGH-NAUV, 但凭借二十多年与ASML的革命友谊和实战经验, 台积电未必不能返超。 对于为何台积电不急着导入高数值孔径EUV的原因, 台湾专家吴子豪发文表示, 由于目前ASML高数值孔径EUV的采购以及生产成本过高, 从制程稳定度以及量产经济效益来看, 未必有利于台积电在第一时间导入并占据优势。 台积电是着眼于未来, 即将会大力采购WPH达到220的下一代量产机型TWINSTON EXC 5200, 甚至WPH更高的5400机型的数量, 才是三大代工巨头未来竞争的重点。 还要看到的是, 由于台积电在全球扩产现场, 资本支出或将大幅往海外扩产倾斜。 而且,台积电的筹码还在于, 台积电对高数值孔径EUV事与ASML几乎同步开发。 早在2021年, ASML就与台积电合作前期研发比高数值孔径EUV更早的Alpha, 并在台积电完成一系列量产优化之后, ASML才正式推出第一代的测试用高数值孔径EUV设备TWINSTON EXC 5000。 在高数值孔径EUV的使用上台积电的工程师们已然掌握先机。 加之台积电与ASML20多年的互相成就和合作情感, 待EUV达到合适成本之后, 台积电从ASML手中拿到它想要的EUV可谓分分钟的事。 有半导体业内人士认为, 英特尔期望借Hi-NAUV缩小差距, 但实际上风险较大, 因为成本太高, 且需要配套材料和设备配合, 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台积电之所以淡定, 可能也是认定英特尔不可能借此实现超越, 否则台积电一定会拼尽全力争得先手。 开发2奈米, 台积电也可通过原来的EUV加多次曝光来实现, 台积电应该是想要等Hi-NAUV更成熟一些, 配套生态, 再完备一些再出手。 总体来看, 在关键的半导体设备领域, 无疑Hi-NAUV成为必须争抢的堡垒。 虽然看起来是英特尔先生夺人, 近日大局采购, ASML即将在2024出货的下一代高数值孔径, Hi-NAUV吐光机, 采购数量为6台, 将在2025年即以后, 用于使用18i或其他工艺的晶片制造。 行业估计, ASML明年余下4台产能, 将由三星晶圆代工和台积电瓜分, 三星预计拿到3台, 台积电明年很可能只有一台。 但这并不代表着台积电慢了半拍。 多位行业人士分析, 台积电完全不着急的背后, 有着深厚的底气和实力, 台积电是着眼于未来稳扎稳打。 未来2奈米争夺, 不止密细高树枝孔径EUV, 充分用好机台以及工艺技术, 才是真正的实力。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